你好,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台北观察的读者们,朋友们,大家午安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现在是1点10分。 社长今天下午行程也是台大医院2点30去上肾脏波超音波,4点看雅科。 一路走来,背感心酸。 一路走来,长脏七年。 昨天看到新的知识,我这个病是可以开刀医好的,在义大的校长。 但是我在想那是天价,没有五百一千万,他是不可能给你治好的。 他是个专利素食开刀法。 但是社长也请了我们社工老师,我的教宝老师去跟他联络。 那么各位,货比三家不吃亏啊。 这个书有名言货比三家不吃亏。 我今天在新闻厅吃饭,又贵又难吃。 费用,你随便吃个鱼饭叫150,吃个鸡腿饭都是100块几套,又不新鲜的冷冻鸡腿。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软体的,不喜欢吃冷冻的猪肉,冷冻的鸡肉。 都是在台湾人,是这样的。 那么社长现在发觉新大陆以后都在那边吃饭。 龙山市,龙山区公所一楼,美食街,包括西山街,包括龙山夜市,又便宜又好吃。 社长花了那么那么多的钱在红包厂。 没有人回馈,是无情无义的地方。 简直是婊子啊,无情无义。 婊子无情是戏子无戏啊。 这些戏子有什么意义的?没有意义的啊。 那货比三家不是为了意义,社长跟你讲,这家不好吃,这家不好吃,我再比一家,再好吃,我就换这家,再换不同的口味,只要便宜。 那我昨天买衣服也是一样啊,买裤子,我买特大号也是货比三家。 找到你合适的地方。 今天社长开讲的意思告诉你,你并不见得要跟我买我抱的牌,并不见得,你可以去问问别家看看。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,最后你绕来绕去,你还是找我,因为我比较可靠,而且我六期之内必定开,每个礼拜最少给你赚一车就好了。 各位,一车就是赚一万六,天下一万六可以吃我整天,吃饭钱,我什么钱都付了,你不要傻傻呆呆的啦,你可以去找别家啦,货比三家不是归, 社长的意思就是在这边,你痴迷不悟,我也无所谓,你谁是要找别家,我非常的欢迎。 你回头最后你还是找我,那么我虽然最近三期没中,但是我必定六期之内一定开。 我已经做了十三年,五三九都是如此,做六合彩,三十三年有经验,人们都患了一个精神病的妄想症,我会算牌,我就了不起。 结果,请问你五三九有赚到钱吗?只有用社长的方法,才可以救得了你,就像只有照度式开刀方法来救得了我一样的,开个刀要花个五百一千万,我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。 各位,我们是在卖关,好,这就是社长的,今天社长主要,讲的就是这样子,社长今天社长开脚就是这样子,有问题打电话到0915 008814,0915 008814。 这就是社长主要。